我對選友情侶看也比較保守啦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當然就是說 全球股市的多頭已經走了十年 你不可能沒有任何的休息跟整理 就我常這個做的一個比喻嘛 數再高也不會高上天 你總是呢要有一番比較 這個大幅度的修正跟整理 你才有力氣再繼續往前走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畢竟這個中美貿易戰 是如火如荼的在進行著 大觀眾朋友也看到最近的 一些相關的一個新聞 好像是暫且要休兵 就是美國給了中國90天的蜜月期 但細節有點複雜 我就講我自己的一個看法 我的看法跟結論是 因為畢竟呢 美方要求的一些重點 包括說你的持股上 就外資的持股上限要往上提升 還有呢你不能夠侵犯我的制裁權等等 坦白說這是一個 比較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比較全面性的問題 所以如果中國他想要 去做一些調整的話 其實美國在幾年前 就有類似的一個要求了 他不可能在90天之內 立刻180度的大轉變 所以我覺得這只是 美方他展現說 我有給你時間做處理 我有誠意 你不要到時候又說 我用盡各種方法把你打到趴 所以我個人認為其實這90天是一個緩衝期 是一個蜜月期 所以其實我對全球明年那景氣看法比較保守的原因就是 我認為中美貿易大戰會持續下去 而且其實大家可以看 其實這一波全球景氣最準的一個人是誰 郭台銘先生 郭台銘先生包括他前一陣子把整個洪海集團的一個費用 就Costown四成嘛 但他也特別強調就是說 他只是針對一線的作業員 然後重要的研發員通通都沒有做一個財源的一個動作 他為了獎勵成本所以要 不僅是降低成本 因為就是包括蘋果 他當然是沒有講這麼仔細 他只有特別強調說 確實是有這個結構上面的一些調整 我知道他好像資本支出要減少200億的人民幣 沒錯沒錯 那其實我們外界的解讀就是因為蘋果一直 這個手機賣得不是特別好 那再加上就是中美貿易大戰到最後會不會使出殺手間 就是蘋果所有的產品通通都要25號的關稅 不知道我們要再持續觀察且戰且走 可是我剛剛要講的重點是說 郭海銘先生最準的意思是 他在我們錄影的當下 他發表了最新的談話 他說貿易戰至少會持續5到10年 中國跟美國 對 絕對不是90天可以解決的一件事情 我想他聞到了一些風向球 那這樣的一個觀察 我覺得滿值得大家做一些探討的 是 是 是 而且美國跟中國的貿易戰 台灣很多的大廠在中國設廠 那其實都賣到美國去 對 而且是蘋果的供應鏈 供應鏈 所以對台灣是有影響的 那當然 是 是 你去港半年 這件事情 你猜人